德国媒体15号报道 德国法兰克福 慕尼黑和汉堡等八个机场的安检人员 当天举行新一轮罢工 22万名乘客的出行受到影响 报道称 罢工设计的机场由法兰克福 慕尼黑 汉堡 汉诺威 布莱梅 莱比锡哈勒 德雷斯顿和爱尔福特机场 其中 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机场安检人员于当地时间15号2点到20点罢工 持续了18个小时 该机场发布公告称 当天法兰克福机场570个喜江航班被取消 接近总数的一半 因为多个机场罢工 很多乘客的出行受到影响 德国此次机场安检人员罢工始于1月7号 之前在柏林泰格尔和舍内费尔德机场 杜塞尔多夫 科隆波恩和斯图加特机场已导致600个航班被取消 罢工原因是劳资双方关于涨薪的谈判破裂 据悉 此次工会要求给全德约2.3万名机场安检人员加薪 及每小时工资涨至20欧元 但劳资双方经过四轮谈判 仍没有达成一致 新一轮谈判将于1月23号和24号举行 订阅经过... 确认得消失 顺点 感谢观看